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忙碌一辈子 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这五句佛语会度你 著名漫画作家朱德雍先生说过 人生就像迷宫 我们用上半生找寻入口 用下半生找寻出口 现代人都懂得寻找人生的入口 却不懂得寻找人生的出口 以至于无数人都忙忙碌碌一辈子 也不知道得到了什么 最后却感慨人间不值得 红尘无意义 这既有生活压力巨大的问题 也有人们看不透 也看不开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 你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读一读这五句佛语会度你 一 不思过往 不念未来 只求当下 石屋 山居诗里说 过去是已过去了 未来不必预思量 纸巾纸道 纸巾巨 梅子熟食 知子香 已经过去的事 哪怕我们再怎么执着 也改变不了什么 今后还未发生的事 哪怕我们再担心也毫无作用 既然如此 把当下过好就可以了 人们沉溺于过往 放不下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人生留有遗憾 其实 放不下过往 就等于为难当下的自己 错过了太阳 难道还要错过当下的月亮吗 人们担忧未来的不幸 一直提心吊胆做人 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胡思乱想 造成了个人的内耗 说句不好听的话 总是想太多 迟早自己吓死自己 对于你我而言 当下所过的生活 当下所拥有的人和事 才是最重要的 其余的一笑之之就好 二 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心如冤海 杜寻贺悟空上人寺院 夏日提师 安禅何须 劳山水 灭雀心头 火自凉 我们总是认为 要想修身养性 就只能到山水田园当中隐居 事实上 只要内心不够清明 就算我们去寺庙 敲墓渝 也还是徒劳无功 老子认为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道 释迦牟尼认为 只要心中有佛 那你就能立地成佛 何须成为世尊弟子呢 说得直白一点 身处于红尘俗世当中的每个人 最好都要学会修心 心如何 念如何 生活就如何 世道再怎么有问题 那是世道的事 跟我们的心无关 而我们的心如何 只跟我们的选择有关 而跟世道无关 所谓心远地子篇 就是这个道理 三 宇宙宏大 天地苍茫 人如尘埃 苏氏在赤壁腹中写道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人活在这个世上 就跟浮游 寄存于天地当中一般 渺小的 就跟大海当中的 一颗米粒罢了 跟宇宙天地来对比 人生其实渺小不堪 很多人会说 人 为什么要认识到 人生之渺小呢 很简单 只要你知道 个人的渺小 那你就能更好地 接纳这个世界 不会总是 忧愁不堪 正所谓的 钱财名利 既然努力后得不到 那就选择放弃 反正百年后 也没有人 可以带着 钱财名利 离开这个世界 当你想通了这一点 那你多半就释怀了 宇宙太大 人生太小 如果不在活着的 这段有限的时间里 去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 那就真的 让人生 又有遗憾了 四 繁琐物质 皆是短暂 无法永恒 北宋宰相范仲淹说过 一派青山景色幽 前人田地 后人收 后人收得 休欢喜 还有收人 在后头 这青山绿水 特别美好 但它不属于任何人 只属于地球 和大自然 前人所拥有的田地和房子 未来也会被后人收掉 这些收掉前人田地和房子的后人 也不要沾沾自喜 因为百年之后 也有新的一批后人 来收掉你们的田地和房子 世事变化无常 多年后物是人非 只剩下一眼苍凉的 沧海桑田 五 顺从天术 不问天意 道行自然 冯道在天道中说过 穷达皆由命 何劳发贪生 但知行好事 莫要问前程 穷也好 富也罢 一切都是命数 我们又何必哀声叹气 非要愤世嫉俗呢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就不要管结果如何了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 自己是不是过分注重结果 而缺少了对于生活的淡然呢 注重结果到最后 每个人都会活得不幸 要知道 肯定有些人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也肯定有些人会得到出乎意料的坏结果 如果我们总是计较 那如何活得下去呢 老天如何安排 自有老天的道理 我们都是目光短浅的平凡人 又怎能得知老天的意图呢 既然如此 顺其自然 相信老天会有最好的安排 就连超脱凡尘的佛陀也感叹 随心随性随缘 或许 身为普通人的你我 也该在随缘当中 让岁月无憾 好 刚才分享的文章是 忙碌一辈子 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这五句佛语会度你 作者 书山有路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